大家好 我是高手 今天是星期天了 也是我们在俄罗斯待的最后一天了 下午就打算出境了 回国了 这里依然是俄罗斯的街头 布拉格 绅士维克 老弟 听你说哪里有中餐吃啊 俄罗斯实在是待不下去了 老弟现在在俄罗斯 对 情况完全不一样 昨天下午就说要走 今天又说要走 我就说不要走 吃不习惯 饮食不习惯 找个中餐吃 这里面 这个是什么 俄罗斯大串 不知道 没吃过 我就把你吃了 就坐过 好 我们进去吃一下 今天跟着我们老弟的步伐 太客气了 太客气了 来来来 陈总 请 请请请请请请 这边的饭店啊 都开在商场里面的 那个 鸡脚嘎拉里面 这是一家超市 卖一些手机配件啊 五斤啊 我跟你讲 这里还是那天那个流浪汉 带我来这里面 要不然我不知道这里面有个中餐厅 你知道吗 好像你不是流浪汉市的 我们啊 我们好像也是 差不多啊 你带路 好嘞 在这里面啊 到了 到这里面 这里面 这位大姐对我们很好 这是中国餐厅啊 有什么饭吃啊 看见 这全是老外呀 看来老外也喜欢吃中国饭 看见 怎么样 比较辣的也有 中口味的也有 我吃了 这两个我都吃了 好 老表 梯子要不要 直接给老表整个豬豆子 这里就是 他打的那个盒饭 他那边可以拿那个盒子 装一盒饭过来 老表娘是中国人吗 是中国人 他们请的服务员是本地的 哇 西红柿炒蛋 土豆吃 这才还挺新鲜的 对啊 来这里只试着吃盒饭我感觉 对 盒饭 一个 三个 所以盒饭多少钱一份啊 三百卢布 我来这里从来没有 问过他多少钱 一分两数 这个房间还可以 旁边卖衣服的 在这个卖衣服的商场的鸡脚嘎啦里面 有这么一家盒饭 还有这个乌姜造菜 你好 老弟先点 我的 我先点 对 我先点 这是 红烧肉 红烧肉 茄子 西红柿炒蛋 看起来就不错 那边吃什么 一样的 一样的 这个 这个 对 高爷 看来你那个国际语言还行得通吗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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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 这样子都不明白 那就 算是很木辣了 那就真的吃不上了 对 三份一样的 红烧肉 西红柿炒蛋 辣椒炖茄子 谢谢陈总 这我们中国的饮料 每年答 好 我们找个地方坐一下 老板去把这个菜乐一下 这声音很好 坐都没地方坐 就这里有空位置 我们就在这里坐一下 我们陈总 亲自端饭过来 150万 1500 1500炉布 1500炉布 和人民币的话是120来块钱 三个人 一人一份盒饭 还有一瓶饮料 尝一下 这里面还有一根牙签 看起来是不错 50炉布一份 40块钱 500 500 300 300炉布一份 300炉布 然后按照这个算的话 这个水就是200炉布一个 十几块钱一瓶 他算错了吧 没有 他这边是要十几块钱一瓶 水是100 水是100 水是100炉布 这个不是300吗 那这个是400炉布 那本来1200 它是我们1500 水应该是100那样的标价 管它多少 干吧 40块钱一份 可以 来吃吧 味道不错 主要是有辣椒 很多天没成辣椒 来俄罗斯这边这么多天啊 我感觉冷都不冷 因为它室内都有暖气 都能适应 外面的话 出门就多穿点衣服 戴个帽子 也没啥事啊 主要就是饮食不太习惯 我这个西红柿做的非常的 可以 跟我们老家的味道一样 总是不是生的 他们俄罗斯当地这边的饭菜呢 他的菜喜欢做沙拉 就是甜甜的那种感觉 对 黄瓜西红柿那些青菜 全部是生的 然后肉呢 也是做拉丝 就是 像我们做那个什么 拉丝排骨啊 那种做法 全部是黏黏糊糊糊的 我们吃的有点反胃 反正他们的感觉就是熟不熟的 生不生的 尝一块五花肉 嗯 可以 吃饭了 老表吃饭 饭吃好了 吃挺饱 在俄罗斯这边啊 好久没有吃过这么满意的一顿饭菜 虽然 价格说贵也不算贵 因为这边的话 吃住消费确实挺高的 现在我们收拾好东西 打了个车 准备去 口岸了 准备回中国了 来俄罗斯 待了一个多星期 整体的体验感还是很不错 虽然说消费 吃住 饮食这一块 不是很习惯 但是路向随俗吧 也能接受 主要是当地的人 非常的友好 非常的热情 下次有机会再来 为什么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回去我有点事情 我父亲的身体出了点状况 也是好多年的脑毛病 一直都没办法根治 最近病情又恶化了 家里那种小地方 还是没有十分的把握 然后去准备去上海看一看 把这个手术做了 所以确实成年人没有随时农意的 但是我们依然要极乐观的去面对生活 面对那些困难 我相信阳光总会在风雨 面就是中国了 黑河了 一江之隔就能回到祖国的怀抱 前几天这边是很多人 很多中国人被滞留在这边 然后昨天的话是通了大巴 用大巴车拉走了很多回国的门了 今天的话就比较顺畅 预计今天可以出海关 可以回到中国 哎呀 祖算回到祖国的怀抱了 这一趟俄罗斯之旅完美收官了 带来一个星期 花了四万卢布 剩下的卢布给小小弟的 因为小小弟打算继续在那边待几天 因为我也是回家有点事情 不然我也会多待一段时间 这一趟俄罗斯之旅真的感慨万千 所以我在视频的最后 跟大家讲几句 你们不要听信某个人的话 也不要平坚的一面支持 就怎么怎么的 你只有自己去了之后 体验过了之后 才有说话的权利 这一次的俄罗斯之旅 我保留我自己的意见 我觉得可以去 但是希望不要太高 好了 今天的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回内录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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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